在墨尔本诸多的交通工具中 最引人注目的 也是最有色彩韵律的 莫过于那些叮当作响 悠然往来的游轨电车了 因此 这座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花园城市 还有另外一个美称 电车之独 电车之独 墨尔本的电车是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保留下来的最完美的电车系统 几十年前 当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纷纷拆毁游轨电车时 墨尔本却反世界潮流而动 不仅一如既往 而且还不断投资 继续完善它的电车系统 如今 那四通八达深向城市每一个角落的铁轨 恰似一种象征 象征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发展 一直形势在韵律有致的健康轨道上 油轨电车载客容量大 成本低 无污染 加上不受堵车的影响 运行准时 受到人们再次的推崇 如今 在全球范围内 正先进一股不小的油轨电车复兴热潮 欧洲 美国的很多城市 纷纷重建电车系统 甚至中国的上海 也有人提出了重建的方案 于是 墨尔本的电车 成了墨尔本人 没有犯历史性错误 而自豪的历史遗产 也构成了墨尔本旅游业的 一道壮丽的风景舰 墨尔本的电车历史 可追溯至1885年11月11日 开始经营的马拉克车 和缆车系统 当时的缆车及拖车 有1200个 建有75公里的双向铁轨 每隔4分钟就有一辆 极其方便 其规模超过了 美国芝加哥的系统 为世界第一 缆车系统运行了半个多世纪 在伯克大街上剩下的 最后一段缆车铁轨 于1940年拆除 至今仍是墨尔本人的遗憾 第一辆电车出现于1888年 第一条电车线是1889年 开始通车的 由博士山到Doncast 但遭到了沿线居民的反对和破坏 而且经营者对电车的运营毫无知识 几年后就寿终正寝 之后 于1906年 正式的墨尔本的电车线开始建设 起初是在北边的艾森顿 和南边的圣科达分别运行 之后逐年扩大加长 所以构成了如今拥有30条线路 500列电车覆盖全城的电车网络 这里是墨尔本的电车博物馆 如同人都有一个名字一样 墨尔本的电车各有一个号码 每一个号码的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和背景 墨尔本电车还被划分了级别 这个不是高低贵贱的级别 而是根据年代和类型划分的 这辆是VG214号建于1906年 是第一批走上街头的电车 这是8号WG建于1916年 几乎所有老式的电车都属于这一类型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被广泛使用 这辆车于1956年退役 1996年按原样翻修一新 104号建于1921年 469号建于1927年 774号建于1936年 1041号建于1973年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 直到2002年 形状古朴的WG电车逐渐退役 132辆B级和300多辆Z级和A级的电车 试进了墨尔本的电车轨道 形状各异 形状各异 色彩斑斓 纵横奔驰 令人目不暇洁 最近的几年 又新增了90多辆最新式的C级和D级的D底座 加长车厢的电车 乘客们上下如履平地 更方便了残疾人乘客 此外 墨尔本还铺设了新的铁轨 开闭和延长了好几条电车线路 新建的车站设有自动售票机 公用电话和电子导游指南机 目前 那些已经退役的WG电车 在安装了现代化安全设施之后 又重放异彩 气度非凡的在线街头 为墨尔本充满文化的气氛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风采 在市中心 有专门为旅游者设立的免费的环城游览电车 都是经过翻新的最老式的电车 游览车每十分钟一辆 在城中双向对开 带你观光沿途的著名景点 新闻电话 非常感谢 世界上的电话 很好的 本来的电话 一直在达到的电话 亦识 poison 是机会派对资金吗 的电话 车上还配备了专职的导游 以及免费的旅游指南和地图 深受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喜爱 墨尔本电车系统中最闪亮 也是最令人陶醉的 就是世界上第一家电车餐馆 紫红的地毯 天鹅绒的座位 银制的餐具 古典亚麻布的窗帘 无不折射出 前个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风情 现在我们在这一年车上是一年车上的车上 它是1927年车上的车上 而是最老的车上的车上 大家开始是很感激的 在这些车上的车上的车上 和美食的食物是发展的 Early dinner is 5.45am to 7.15pm so that id only 1.30pm and then we have our late dinner which is a 3 hour journey and that's 8.30pm to 11.30pm We get a lot of tourists on our early dinner and then on our late dinner we get a lot of business people and locals as well For the late dinner we offer five courses so you would start with the entré the main course and the dessert We also have a kangaroo, which is really nice. We have special events aboard on the tram. Sometimes people will book the whole tram for a wedding function and sometimes we have 60th birthdays as well. I guess tram we have a lot of romance, a lot of celebration. A gentleman who came on board, a tram full of strangers and of course he presented his lady with a huge 1m box of rose petals and she's put her hand through when she's looking for something and she's pulled out this beautiful diamond and he's got it on his knees and in the middle of 24 other strange passengers I love you and will you marry me? The whole tram burst into tears, it was absolutely beautiful. You can have a couple that just got married 2 days ago and they're on their honeymoon and they're sitting right next door to a couple that are on their golden wedding anniversary 50 years of unconditional love, tolerance and passion and they're just delightful. 電車餐館是墨爾本人的一個創劇 於1983年開張 在改裝1927年生產的老電車時 特別安裝了防震設施 以及空調和現代化的設備 瞧,車身在晃動 而酒杯裡的酒卻平穩如常 車窗的玻璃是單向觀望的 在裡面用餐時 絕不會受到窗外好奇目光的打擾 目前有三輛餐車在運營 每晚兩次營業 雖然價格不非 但永遠是座無虛席 要想吃飯的話 必須在幾個月之前約定座位 華燈初上 夜幕降臨 或三五好友 或家人 或情侶 坐在豪華的車廂裡 籠罩在威多利亞時代貴族時 溫馨典雅的氣氛中 一邊品嘗著佳肴美酒 一邊觀賞著窗外的迷人劫測 這是何等的享受啊 遊鬼電車 已經成了墨爾本的文化傳統 這些蕩漾在各個交通要道上的龐然大物 一個多世紀以來 用他們那叮噹叮噹的鈴聲 一直向人們傳輸著這樣一種信息 在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 切莫急功盡力地拋棄那些 對環境和人文有益的傳統